Hi! My name is Kyle Ewan 今天來到第六集的整理攝影師房間 那我們今天要來整理身後這兩個櫃子 那這兩個櫃子裡面充滿了攝影書籍 攝影的產品包裝 因為我喜歡保留所有的產品包裝 還有一些瓶瓶罐罐跟電子產品小配件 那我們就直接來清理吧 不行 我們要先來做分享 因為我們的地板已經塞滿了 好 那這裡有一大碟的工具書 那這裡有一碟時事的 像是雜誌啊之類的 然後還有一個還蠻酷的 你看 GQ雜誌 這是我耶 那這一碟就是我的神奇的素描啊 插畫之類的畫車 然後這裡有一大碟就是我喜歡的傳品的行路 那這裡有三大碟的攝影書籍 就是好幾萬塊在地板上 那我推薦幾本書給大家看 那我最推薦新手看的就是相機說明書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你只要把整本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跟著它一起 你就會變成攝影大師 那後來也有找到一本書 我還蠻推薦給大家 就是攝影本質 這就講了比較 玩攝影玩比較久 你遇到一些困惑 它就有點像是疾惑的書啦 我覺得還蠻讚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那這裡有一碟就是我得過獎的獎狀 都在這個裡面 然後後面就是一大堆我畫的圖 OK 接下來來到這個角落 那這裡幾乎全部都是美術用的工具 像是有麥克筆啊 色鉗筆 素描筆 水彩筆 壓克力 廣告顏料 還有什麼 那個毛筆 書法 水墨 的任何東西 反正就是我畫畫美術用的東西 還有我畫的圖都在那邊 這邊就是美術專區 還有一台法拉利 還有這個啦 就是攝影用的煙霧噴罐 就是它搖一搖 然後噴在空氣中 結果它會讓你的空氣看起來 很朦朧 好像自帶美顏效果一樣 就很漂亮 然後有光照過來的話 還會有光束 這個東西還蠻讚的 還蠻貴的啦 但還蠻推薦的 OK 那我們就把我們地上所有的東西 全部塞回櫃子裡面 好啦 那我們上半部給它完成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整理下半部的部分 所以我們整理出了兩大碟的泡泡紙 所以你看我到底買了多少東西 怎麼會有這麼多泡泡紙 然後後面有這種比較大顆粒的 也是泡泡紙吧 就只是泡泡比較大而已 這邊全部都是攝影包啊 攝影箱之類的 裡面的泡棉隔層 就是魔鬼沾隔層啊 就是你可以DIY自己去隔出你相機的形狀 這樣有更好的保護 那這邊有超多 表示我有超多攝影包的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所有的東西 再放回櫃子裡面 看這邊還有超多泡泡紙 這邊就是沒有氣的泡泡紙 那那邊要放回去的就是有氣的泡泡紙 Yeah 完成二分之一了 那這邊的櫃子完成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要用這邊的櫃子 那我看一看 下面其實疊得蠻好的 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從中間到上面就開始有一點亂了 我們把中間上面清乾淨就好 那下面就已經疊得好好的 我們就別再動它了 OK 又滿地東西啦 那我們就來慢慢分享一下 到底地上有什麼東西 那那邊是比較電子的東西 就是我喜歡的電子產品啊 我就把盒子留下來 那這一邊呢 就是比較偏攝影的 就是攝影的周邊啊 有關攝影的東西 我就把它留下來 那這一邊呢 就是充滿的Sandisk記憶卡 超多 好 那我們接著 就要再把東西慢慢地塞回去囉 OK 那整理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櫃子怎麼擺呢 那我們最上面是放我的 什麼全開的圖啊 或者是四開的圖 就比較大張的圖 那或者是把它捲起來的東西啦 就是比較海報啊之類的 那這一層呢 就是把所有的攝影書 全部都放在這邊 那右邊這個是我的畫冊 那這邊就是什麼獎狀啊 或者是一些刊類的 雜誌類的 那這一邊呢 就是產品型度 還有我們的神奇的法拉利 那這一邊呢 就是瓶瓶罐罐 還有我們的繪畫工具 就是所有的繪畫工具 好 那下面就是產品的一些 盒子 空盒子 那邊就是我們的魔鬼氈隔層 這邊就是我們的泡泡紙 好 換下一邊 最上面這邊呢 就是我所有的產品包裝都在上面 不關攝影產品的 全部都在上面 那有關攝影的呢 全部都在下面這一層 就 就是其中一部分啦 那再下面一層就是我的所有美勞作品 就是我覺得還滿值得留念的啊 就會在這一層出現 那最下面就是我們還沒有給大家看的 但是就是也是一樣 一大堆電器產品 一大堆攝影的東西 OK 那我們今天的整理攝影師房間第六集 那我們已經沒有辦法再繼續整理下去了 因為現在已經半夜了 需要 安靜一點點 那我們就 改天再清理吧